Hello,大家好,我是Ryan 在这里我想要向大家介绍的一个东西 是Access的一个专题课程 叫做 Right Recovery for You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要特别的去介绍它呢? 第一,因为我最近成为了这个专题课的导师 第二,这个专题课 很多人其实对它有误解 很多人其实不太了解它是什么东西 包括曾经的我 所以,你如果去查字典的话呢 Recovery,你看这个字的话呢 它主要的意思其实就是康复,复原 然后,所以你一看你就觉得 OK,这看起来并不是特别的有趣 不是特别的好玩 因为感觉上就是有病的人需要复原 所以你觉得,OK,算了,这个跟我无关 所以我曾经也是这么想 然后,在今年年头的时候呢 我才开始了解到原来 它这里真正说着的Recovery Recovery是指recovery of you 恢复你 然后,我查了字典之后呢 恢复其实就是回到原本的状态 这个叫恢复 然后,Recovery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重振 所以,是不是是时候可以重振你了 OK 所以呢,这个是我接下来会带给大家的课程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就是我误解了它那么多年 然后,也没有真正去理它 然后,到了今年年头才发现到 哦,哇,我错过了那么棒的一样东西 所以,陆陆陆续续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些Recovery 这些恢复课 那,这里先简单的说一下吧 我们真正上瘾的是什么呢? 除了这些我们可能一般人了解的 就是比如说你上瘾 可能手机 有些人每天对着手机 或者是可能食物 就是一直控制不住的要吃 或者是可能有些人觉得就是酒 就是可能喝太多等等 有没有想过这些其实它不是 它是上瘾 但是它不是最关键的那个问题 真正最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你有没有上瘾逃避你自己 你有没有上瘾评判你自己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从这些这一类型的上瘾中呢? 复原,恢复,回到我们原本最有力量的状态 所以这个就是Recovery for you 我简单的介绍 希望将来会有其他的视频 其他的课程让你了解更多 OK,所以有兴趣的话呢 就自己留意啦 OK,拜拜